音乐 严重再生不良性贫血 是一种良性血液疾病 会影响人体内血球制造与生成 并产生许多症状 所谓再生不良性贫血 也就是骨髓干涸 那骨髓是我们造血的泉源 骨髓一旦干涸 它的造血细胞被脂肪细胞取代 所以我们的人就会产生贫血 血小板低下 白血球也会下降的情况 病人来的时候会有一些 造血不良的症状 比如说血红素下降 它可能就会产生贫血 脸色长白会呼吸喘 那血小板下降可能会容易流血 会容易产生偶吃我们说的子斑 那白血球下降 病人容易感染 可能就会发烧等等 病人若有以上症状 一时会透过骨髓切片 抽吸加上骨髓细胞染色体或基因检查 排除恶性血液疾病的可能 再进一步诊断治疗 目前因为这个疾病的话 其实传统的治疗大概可以分成两类 一类就是如果你的年纪是年轻人 小于40岁以下 那我们是建议做干细胞移植 就是我们传统的骨髓移植 那如果是年纪比较大 或者是他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捐赠者的话 我们可能会以免疫疗法为主 最近也有国外的文献显示 在没办法做骨髓移植的患者 我们可以用免疫疗法再加上TPORA 我们叫做血小板的受体的刺激剂 那它的治疗可以从三层进步到六七层左右 除了治疗定期追踪外 严重再生不良性贫血的病友 在日常生活中也有许多要注意的地方 因为这些病人白血球低 他的抵抗力很差 所以说我们在饮食上要小心 不能吃生的东西 或者是隔夜 有些老人家很喜欢吃隔夜的饭菜 那个可能要尽量避免 这样会得到一些食物的中毒 食物感染 那另外血小板下降很容易产生出血 或者是产生子斑 产生一些偶材 所以说我们要避免 尽量避免剧烈的运动 还有碰撞 除了再生不良性贫血外 子斑症缺血性贫血等 都是常见的良性血液疾病 一是呼吁若有脸色苍白 呼吸喘 注意力不集中 容易出血瘀青等症状时 应前往血液科或血液肿瘤科就医 那我之前有一位 严重型的再生不良性贫血的病患 就是说每次走进我们的诊间 都压力非常大 因为我们的名字就叫做血液肿瘤 他就觉得他是得癌症 那其实血液病的话 有分成良性跟恶性 那像再生不良性贫血 其实就跟我们一般的 女生常见的缺血性贫血 或直斑症 或地中癌贫血一样 他是属于良性的血液病 血液良性疾病其实是可以治愈的 而且我们可以控制得非常好 尤其是目前的医疗进步的非常多 大部分的病人在好好治疗之后 其实他都可以回归工作 回归正常的社会 所以千万不要得了这些病 就觉得好像自己得了绝症 觉得世界末日 跟医师好好的配合 其实还是有痊愈的一天 良性血液疾病都可在血液肿瘤科 获得良好的检查 诊断与治疗 民众千万别因迷思 而害怕前往血肿科求诊 健康医疗网综合报导